大家好 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他就学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例如他就像白板这一个提问者 他就说他八字全阳 为什么他合影的结婚神子 这时候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八字全阳、八字全阴是怎样 很糟糕是不是 还是你电视影集看太多了 八字全阴会怎样 八字全阳会怎样 各位 这一个就是现在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他们往往就学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不回归到最基本 学八字是要怎样 透过基本的五行流通 那你就会知道 八字全阴、八字全阳 他会不会全阴 他会不会全阳 不会的 因为他还有大运这一块 他还有榴莲这一块 他们都会进来做作用 所以他们全阴、全阳都只是暂时性的 两年就换一次 一阴过来就又换一阳 流年不是就这样吗 阴阳、阴阳的搭配 所以来讲 就只有暂时性 会全阴或全阳而已 而这一些都是正常的八字 这一些都是正常的八字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八字全阴的男生不能够结婚生子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 你看他的财运嘛 他的财运都很差吗 对不对 这一边土生金 来克木 当然不好啊 所以他只要等到什么 他只要等到 把这个结起来就好了 他跟一般人都一模一样啊 再来 为什么他不能生孩子 为什么不行 他可以生孩子 他官运不是在这里 只是说这孩子跟他可能比较没有缘 缘分而已嘛 各位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在学八字里面 不要学这一些奇奇怪怪的 你八字来讲 他就是一个五行生克 透过五行生克去找出他到底会怎么样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难道这一些人在平常他都是一个怪呢 那既然他们不是怪人 为什么在八字里面 你都觉得这个很奇怪 子五毛友会怎样 隐身嗜害 会怎样 陈虚丑味又怎么样 八字全阳 八字全阴 各位 浮淫返淫 岁运并临 好像这一些都很可怕 可是实际上 他都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去判断的 我们会发现到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这样 各位 那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没有实际的去批命 你知道吗 你没有实际的批命 然后在那边无思乱想 所以各位就会产生这一种现象 就如同 各位 很多人看了我的影片 他看了我的影片以后 他就怎样 他看了影片 他就 他就会在里面留言 那他的留言呢 各位 很多都是什么 自己想像的而已 很多都是自己想像的而已 了不要解 就如同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各位 你看到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我在讲解早晚子的时候 这一个人就跟我讲说 你现在批的是现在的计算时间法 古代过了11点就算第二天 八字是古人研究的系统算法吧 那假如要精准 现在时间都不一定精准 人觉得是手表 但真实的时间也许瓜位 以前24小时 可能现在一天都还没24小时 你在给我鬼扯什么东西 你在给我鬼扯什么东西 你看 我就跟他讲 你去实际批命 你去实际批命 然后到最后 我就直接跟他讲 你会不会批命都是个问题 你不要给我鬼扯这种东西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一般人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他就会犯这一种错误 他就会犯这种错误 什么错误 自以为是的错误 学了一点点八字 然后开始在那边幻想 实际上有没有验证过 各位 我跟你讲的东西 都是我在用的东西 我没有在用的东西 基本上就丢了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讲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 学八字 请你们去实证 不要老是学了一点点东西 然后都学这种奇奇怪怪的理论 然后自己在那边幻想 然后 然后会不会批命 八字在你们手里根本就没有用 为什么不会批命 一堆人只会讲道理 就像刚刚那种留言 我只要问他 你会不会批命 你有没有批过命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种东西 自以为是现代人有知识 有知识又怎样 有知识又怎样 实证才是出真理 你不实证 你讲这些有屁用 所以这就是现在学八字最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八字很乱 因为很多人学了一点点以后 开始胡思乱想 开始靠着那张嘴巴在那边乱讲 但是他有没有实证过 根本就没有 所以八字给他批是什么现象 叫乱七八糟 可是他明明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归讲得很好 实际就是不会批命 所以各位 要记得一件事 学八字 违规到基本实证上面去 也就是说你学了八字 请你去实证 你去实证 你才会获得真正的东西 而不是书上所讲的照班来 书上你照班来 我听你讲要干嘛 我听你讲要干嘛 我要看的是一个 有透过你实证 然后你的经验跟人家不一样 你有发现到这一个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 问题呢 现在所有的影片 基本上都是照班的书来讲 古书敌天水里面讲什么 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 我还听你讲这些干嘛 我去买本书 回来看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什么 有没有实证 没实证嘛 所以只要一有问题 碰到了实际在批命的时候 都是乱七八糟的现象 这也就是现在的 为什么给命理师算的时候 都会觉得 他妈看他影片都讲得很厉害 可是实际给他算就乱七八糟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各位 请你们 我不管你学什么派别 了不了解 你学其他派别都好 一样都回归到实际去批命 你学八字就是要批命 结果你学了八字 不但不会批命 只会在那边当教授 像你讲的就对 其实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讲的是对是错 为什么他没有批命的经验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讲出来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有批命的经验 我们天天在批命 我可以跟你讲说 我当然不可能100分 批命没有100分 但是我跟你讲的东西 最起码七成八成的准度 绝对是有 因为没有那种100分的东西 了不了解 都是有不准的地方 所以各位 这一些就是我常常在讲的 你很多人 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们讲了一个理论 然后他在下面就讲了一个 可是有人是怎么样 你的可是有人是非常非常小比例 大多数的人是怎么样 为什么 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已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 你看我对像这一种的人 我都不是很客气 为什么 不会批命你在那边给鬼扯什么东西 你会批命的 你还要看人家的影片吗 像我都不太想看别人的影片 为什么 我会批命的 我还要搞这些干嘛 我从批命里面去学更多东西 不是更好吗 客人会教我更多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学八字 就回归到实证这一块 而不是在那边讲道理 你会讲道理 不等于你会批八字 但是你会批八字 你绝对可以讲得出来一些道理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现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友缘再见 拜拜